2023年9月11日 据葡萄牙移民局官方数据公布 8月份的葡萄牙投资移民黄金卡审批批准数量仅为60多份 较之前几个月跌去一大半 临近传说中10月份移民局关门重组 也可能是8月份葡萄牙人度假高峰期没人上班 导致一天审批三份 一个月就批了60多份 那么多积压的 估计要等到老科当联合国秘书长才批完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具体数据吧 在8月份的投资移民黄金签证审批数据显示 美国人拿下12份 中国人有9份 巴西人有8份 俄罗斯人有6份 土耳其人有5份 另有72份黄金居留家庭团聚申请也获得批付 目前葡萄牙移民局分阶段的通知当事人前来按指纹 无法主动预约 只能等葡萄牙移民局主动通知才可以 2023年8月份审批出来的黄金卡相关投资总额 累计3283万欧元 大部分还是买房移民 共有72份是通过房产投资获得 这其17份是51万欧项目 25份是35万欧翻新项目 另外还有22份是通过资本转移的方式 里面3份是存银行方式 19份是买基金方式 看完还请点个赞收藏箱哦 感谢您的关注